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发现完全空不一人 他在行驶在这个路上面 你发现整个十步一缸 五步一哨 而且每个高架桥下面都有一个武警驻手 好 那你走着走着 你两边都有住家 就没有想到这两边的住家 现在完全被控制 里面这一段时间 你不可以用瓦斯 你不可以用瓦斯 你吃怎么办 就地方政府来提供你食物 他觉得非常奇怪 你又不是像在COVID-19的时间 当时有很多的地方被封城 这些被封城的地方 这个民怨非常的高 所以习近平如果你到了武汉 你到了这个地方 你接这个地方进行了高度的戒备 还有情有可原 为什么你今天竟然到了苏州 你要用这种如临大敌的方式 你要用这么强硬的方式 来维护你的安全 这个事就有人讲了 因为习近平现在有非常强的不安全感 为什么不安全呢 原来他的情报系统 可能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看到最近有两件事情 第一次瓦格纳进行了叛变 就没有想到现在习近平对于瓦格纳的叛变事前完全没有掌握 对于瓦格纳叛变的所有的过程完全失控 如果今天俄罗斯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话 那今天习近平的国内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危机 还有现在俄罗斯因为瓦格纳叛变之后 他整个掌控的能力已经出问题了 现在中国跟俄罗斯已经牢牢地绑在一起 牢牢地绑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俄罗斯真的有一天垮台的话 那习近平会不会变成了世界的宫廷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前面 第二大方首预的财经专家 黄泽宋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次美岛电视报头到五指甲 大家好 好 第二次美岛是战略专家李宁辉 大家好 好 第二次美岛是资深媒体的王远翰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次美岛是资深媒体的王毅德 大家好 第二次美岛是资深的社会长林玉峰 大家好 待会呢一句句子的脸长玉 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所以是从 刚才讲的是 今天习近平跑去苏州巡视 苏州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 是一个中国可以完全掌控的地方 结果习近平去到苏州 竟然如临大敌 没错 如临大敌的那种气氛 完全不合理 抱歉 从5号到7号 这几天的时间里面 习近平他到苏州跟南京去访问 主要有两个行程 一个到南京去看 东部的这个战区 他就说了 解放军要敢打仗 解放军要敢打仗 对 他去南京 那紧接下来去苏州 苏州看什么 看高科技 所以照理说这两个行程来说 是展现你这个国家领导人 最好的时间 你也可以掌控的 跟民众互动很正常 可是宝洁你知道 他所到之处 如临大敌 看起来他是来防范的 说了民众 而且他很害怕的感觉 他在怕什么呢 宝洁 为什么 苏州在中国境内 而且苏州这个是 北京政权 这可以完全掌控的地方 而且他怕什么 因为之前 瓦格纳才刚刚的兵变之后 第一个 他现在为止来说 他似乎没办法掌控 他们国内的这个政治的 这个相关的情报单位 无法掌控俄罗斯的这个发展 再也就是说 瓦格纳兵变这件事 告诉你什么 军心不稳啊 那我现在军心会稳吗 所以他为什么第一站 要去东部战区要去看 解放军要敢打仗 他要先稳定军心 所以现在 内外交迫对他来讲话 他似乎是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这些人民的 对他会有不满 所以你看 他抵达高铁的时候 高铁站附近的 全部都没有人 他周边是完全 净空的一个状况 还不止这样 他车队所到之处 不论是街上 还是什么在 在什么地下道的时候 全部周边完全都没有人 全部净空 全部都是净空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习近平这一次到江苏访问的时候 其实他是心里很害怕 但是他又不得不做这样一次的访问的迅程 好 我们刚才讲的 你如果今天 你是国家领导人吗 而且你在中国这么专政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车队要过去 你实施净空 你要让你的车队顺利的进行 这个没有关系 可是怪的是刚刚讲的 是整个高铁站 空无一人 而且你今天要行进的马路 不是说只有你这一段进空 是整个完全进空 老姐 这到底怎么样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5号到8号左右 他要到南京跟江苏这一代访问 你看 从这个地方开始 江苏省的公安厅就说 7月5号到8号 南京还有苏州两地 全境都不能够飞无人机 所以你就说 全境无人机 对 无人机全部都不能够在这边 两个室这边飞 这两个室有多少人 全部都不能够飞 你看 好 这是第一件事 你看 这有害怕到这种程度吗 所以 南京苏州的禁飞通知 对 好 那除了这个禁飞通知之外 你看 他所够的这个 在这个地下 这个所谓的我们知道 算是高架桥下面 这个高架桥下面 你看每一个地方 一个黑衣人 一个黑衣人 每个都蹲的 每一个桥蹲下面都在里面 都有一个黑衣人 为什么 你要这样吗 因为大家怕可能在桥蹲上面 被放了什么东西嘛 有这么严重吗 他经过这下面 万一上面有什么包裂物 什么这样倒下来 怎么办 所以你看他这样子 三步一缸 五步一哨 这样子就是要防范 所以习近平要从上面的高架经过 在上面高架经过的时候 每一个桥蹲 对 都放一个人 对 好 那你看 事实上你看 这次他要经过这个高架桥的时候 全部都被一辆 两百米以外的这个 这边有一台警车 全部把它堵住 而且堵住的时间非常久 所以这几天已经形成了什么 江苏跟这个南京的市民有说 这个有那么夸张吗 你要防门防灯这个样子吗 甚至有些部分的路段 全部都被封锁 都不能够走 你只能够走进去 你车子完全都不能够进来的一个情形 所以不是只有习近平经过的大道 你进行了封锁 你旁边周边有一些小路 对 也是有进五分出 没错 那他这一次呢 他跟这个李强两个都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住的是凯冰 凯冰司机的这个大酒店 凯冰司机的大酒店 这周边被围了一个非常大的警戒圈 今天这边附近来说的话 都不能够进去 那不只不能够进去 这个饭店这几天 还有这个饭店周边 都是严密到什么程度 第二 这个饭店 所有的服务人员都被叫回去了 目前为止 除了习近平之外 不能够有任何其他人 还有中央的官员之外 不能够有其他人住在这个饭店里面 所以说 今天服务习近平的 已经不是这个饭店的这个人员 是要他的中央警卫群 你这几天要订这个凯冰司机的饭店 他跟你说不好意思 我们在整修 我们现在在内部整修 然后所有的服务人员 都被叫回去 叫回去换成是 他们黑色西装统一的制服人员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然后不只这样 外面有非常多的警车 甚至还有警用装甲车 也警用装甲车都有 路边停靠在这个饭店的周边 好那除了住在周边之外 保洁你知道 因为他要经过了所在地的路 现在为止来说 不好意思 你很多的地方的楼层上面的窗户 都不能够打开 甚至顶楼完全都要封锁 就这样一个状况 天哪 阳台要贴封条 全部都要封住 不能够顶楼也全部要封锁 窗户可能也都要封起来 然后还有这样 如果你有衣物的话 赶紧把它收起来 不要让这个主席看到 所以他全部都要把它收光光的一个状况 要维持一个干净清洁的环境 所以刚刚讲 李翔跟习近平两个人同时到了苏州 只有两个人 住的不同的饭店 这很奇怪 你住的不同饭店 而且习近平住这个饭店里面 里面的人员全部被遣散 换了是穿黑西装进来的人 另外就是通知这边周边所有的人 尊敬的业主住户下午好 由于习近平要来苏州访问 苏州市公安局要求 所有高层楼顶 全部彻底封闭 凡请你将你家的义务赶紧收走 对 所以你看做到这样一个程度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宝洁还有怎样 因为他接下来呢 这个习近平呢 跟他的夫人 他们要去平江路周边 他们去那边逛逛小街 观光街体验一下烟火器 就你知道 因为他们要到那个地方来 所以所有周边三天不能够用煤气罐 全部都不能够用 只要你能够点火了 或是什么东西的都不能够用 而且他说 这三天你们不用开火了 我们全部由政府附送外卖 带进去给你们吃 最近他们就开始 你看他们就开始晒出来 哇这个已经开始 有这个便当都送进来了 这是送的便当 社区免费配送三天 而且他们的煤气罐 不是就放在家里面 是被收走三天 所以现在是这样 连在家里面 你要开一个炉 什么都不行 你要乖乖的 我们配我们这个 给你的便当吃吧 为了安全起见 我老宅的煤气罐都被收走了 对 都知道多夸张 好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那为什么 因为他后来去平江路 我们不是说他去平江 这就是在平江路 拍的这个照片 那拍的照片呢 宝贤 他不是有在公共场合 跟他讲吗 但是人家就说 那些人都是set好的啦 就是他们官方的 相关的人员啦 那你看一般人的 画只能怎么看 你看这都是一般人拍出来 都是我只能够从这个缝里面 你知道他管得多眼 这都是从 这个从河的对面拍的 从窗户里面 窗户看到习近平 这个从河的对面拍 正常的人是不能够过这个河流的 所以我怎么把我们家的门 我把我们家的窗子 开一个小缝 看到习近平 那所有听习近平讲话的人 对 都是演员 当然都是 可能都是演员 或是他安排好的人嘛 你一定要 搞不好还做过身家调查 那不在中国吗 那你看 你刚才看到有没有 他们在对面这样拍 为什么 因为不是这些人 只能够真的在这个河的对面 因为平江路 他其实中间有一条河 他们就真的只在河的对面 这边看习近平就在这样 就是正常人拍到的照片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还有一个非常诡异 因为这一次的彭丽媛 也有跟他去 就是习近平的夫人 你看他们其实逛在路上的时候 保洁你知道他们说要去逛这个 这个所谓平江的 这个平江历史文化区对不对 保洁 除了他们他跟他的随护之外 没有任何人 只有两个人 就他们两个人在那边走 那边走走走走 就是他们两个人 所以这一条街 对 只有他们两个人 那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还戴口罩 还戴口罩 而且彭丽媛还戴手套 你看他说 有必要那么夸张吗 所以他看了这些人 他就说 你这个根本就是 你出来好像全程戒严一样状况 这好像是皇帝出巡一样 所以反而呢 惹到非常多民怨的一个情形 那是你讲说 这习近平怕了 他在怕什么 而且因为很简单 你看这华尔街日报 都说得非常清楚 因为俄罗斯的动荡 破坏中国全球外交的 这个棋局嘛 我们就讲 事实上习近平 是不是在下一个盘棋 当然是嘛 你看 他就访问普丁的时候 跟普丁说什么 握着他的手 这百年来的变局 由我们一起来促成嘛 看起来就他们两个 要主宰世界 就回来没多久 普丁在乌克兰战争 节节败退 后来他还被兵舰 这些事情 保洁你知道吗 中国完全没有掌握 他要兵舰 这个普丁肯定要兵舰之前 他们也不知道 然后目前在俄罗斯的 这个战场上面 在乌克兰战场 明明他们就节节败退 中国好像也没有很清楚 所以他们目前为止 他已经下了这个旗 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 所以变得是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一个状况 再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 他也离不开跟俄罗斯 因为你知道 兵舰的第一个时间 俄罗斯马上就派了 他们副外交部长来嘛 那你就只好说 我们要继续支持俄罗斯 所以他现在跟普丁绑在一起 但是普丁现在摇摇欲醉 万一普丁醉了 那我怎么办 所以现在对他来讲话 他根本不知道 他国内的情资 完全没有掌握到俄罗斯的发展 再来 就是瓦格纳的兵舰之后 让他也怕到了嘛 而且你知道 普丁在过去一段时间 他为什么能够掌握俄罗斯 长那么那么牢控 如果没有瓦格纳兵舰 你也觉得他很稳啊 问题是习近平就这么稳吗 他对军方的掌控就这么稳吗 那些战区的这个领导人来说 真的会听习近平 没有人知道连普里格金 都会反叛普丁的时候 你中国的军方会不会反叛 不知道 对 普里格金本来是普丁 最信任的人 他是他厨子出身 而且他是一手提拔的人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对习近平来说 他也是相当恐惧啊 国际情势对他不利 再来就是国内的这个军队 他到底能不能理想 我不知道 再来就是民众对他的怒气 也是非常高嘛 是假的敢去怒 保洁 我们跟大家讲嘛 事实上目前为止 我们就讲 中国的失约 那青年现在满肚子火啊 你看 这是什么 他们这个最近很流行 穿这个所谓 逗趣的这个青蛙装 那为什么要穿这个 逗趣的青蛙装 因为这个他们在卖这个 你看 卖这个所谓 青蛙的这个气球 那主要就是 反正年轻人没事干 他就去街上卖 那很多年轻人都学整 就学整这样 结果没想到 城管就来了 城管就说 你这样是不行的 我把你抓起来 抓起来的话就把你罚钱 那很多这些人 完全都被罚钱 你看有的被罚面壁撕过 那有的被罚款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告诉你什么 因为青年人失业 他们就要自己 就有点像没有事干 那我就自己来愚弄自己 结果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不行 好 那除了这样也不行之外 宝洁知道 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 彭博就发了一个文章 他说因为中小企业 受到重创之后 这些公司呢 养了七八十%到八十%左右的 中国人 那因为他们那些中小企业 倒了 所以他们现在变成是 青年人失业率二十% 所以青年人看 要么就是没事干 我就去卖这个青蛙 做去卖这个青蛙气球 要么就是 那他们最近还流行一个什么 他们最近流行在买彩票 买彩票 他们为什么买彩票 第一个 因为现在是买包跟买醉之间 选择买彩票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街头 有非常多那种买彩票的这种 这种所谓柜台 因为我没有工作了 那我就投一个钱进去之后 我就买彩票 彩票做 要么就没中 要么就中 中的话我就可能非常好 所以你看现在 买彩票的人非常非常多 而且都是年轻的人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的 台湾在兴起的那个抓娃娃 他们现在不是流行 他们现在流行的就是 买彩票机 就是一堆人在买彩票 那算很多人都在买彩票 所以你看这是 这是什么 他们街头上面就说 你看又来一个机台 这是什么机台 这是彩票机啊 他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一连串的 就是彩票机 这样一个状况 那现在年轻人也流行送什么 彩票你看一个花里面 它其实不是花 它就送你彩票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显见 这些年轻人 他们对目前的状况 都相当相当的失望 那我相信 这些所谓的失业人口 或者这些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可能经济状况不好的 这就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一群 董事长 习近平到了苏州 他去巡视 他本来就会到处跑来跑去 可是这次最怪是 你这次到苏州 你的规模也太大了吧 你完全掌控 你连我要去的地方 这里边的瓦斯罐都不能用 不 保洁啊 现在我在讲 全世界两个国家的消息 不能够完全相信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俄罗斯 我现在请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是中国的情报头子 你知道瓦格纳事件 你会不会告诉普丁 我先请问你 你不会讲嘛 你告诉普丁干嘛 你告诉习近平 习近平当然不会告诉普丁 你认为习近平 你认为中国跟俄罗斯 两个情报完全互换吗 我不相信 因为他们两个边界还有上几百公里 随时一触即发打起来 他们两个有像日韩一样 日韩的情报协定 那是经过签约流程很复杂的 他们这两个的耳鱼我诈的关系 不会让你知道的啦 我就像习近平看到女友 这瓦格纳的情报 我在公民 我这笨蛋是给你補松 他俩不是好朋友吗 不是要共同面对 百年来的大变局吗 我问你很简单嘛 一个道理 中国有多少的移民或工作人士 在俄罗斯这个领土范围之内 对不对 那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当然做俄罗斯情报啊 做完情报给谁 他是给普丁啦 当然不是给普丁 当然是给中方参考 所以瓦格纳事件 我认为这中间的虚的很多啦 包括你说普丁事件不制造 这个我相信 你说FSB 他的德国俄罗斯情报局 事件完全没有掌握吗 后面那个节奏太完整了吧 所以这个整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虽有很多是虚的 很多是实的 你要看那个整个情况的发展 才会知道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事情 主要的关键是在哪里 普丁确实是有问题 然后习近平确实是非常紧张 这两个都对 因为普丁万一出问题的话 那习近平压力最大嘛 对 他就变为敌人了 他不是 他本来是盟友嘛 现在盟友一戏之间 可能又会变成他要 又要有被变部分的兵力嘛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事情 外里普丁是在下一次 下一次 有类似的兵便要下台的话 解放军要不要出兵 解放军他有吉安条约耶 他要出兵耶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耳鱼我煞 才是真正的核心 这一次的商业走刊 做了一个失落中国的专题 在上班跟上进之间 选择上香 就是我没有班可以上 我也没有什么前途了 我找到什么去祈求 甚至我去赌一把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的年轻人 非常的辛苦 他们毕业及失业 他们现在的青年的失业率 高达两成耶 十个人出来就两个人 有人讲这两成是低估的 对 有人讲到一半了 对 有可能 这低估的话 那大家都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大陆 他整一个经济出现的问题 他们在过去来讲 很多GDP靠什么 靠他们的房地产 但是房价崩跌之后呢 止不住了 现在青少年的失业呢 跌破了两成 那现在最可怕的事情是 民众不敢消费 所以呢在中国大陆这边的话 内需也掉了 对 内需也掉了 而且还有点是通货紧缩 因为什么东西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便宜 说大家都不敢消费 不敢消费 整个经济动不起来的话 年轻人怎么办 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 我干脆出家好了 我找不到工作嘛 很多年轻人出家 对 我去寺庙里面 我至少不失 我至少有一口饭吃吧 不然就是我们台湾讲的 啃老族 那边不叫啃老族 啃老族不好听 大陆叫全职儿女 你也没有其他的工作 你就是好好的来孝敬爸爸妈妈 但是呢 花爸爸妈妈的钱 但是待在家里 然后呢 接下来来讲的话 其实人民币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人民币什么时候转强 一直贬值 而且已经超过了 1比9 1比7的那个死亡线 那一直贬值的情况之下 他的整个收入是 前些年几乎没有收入 有些人想说 我去开这些出租车好了 一整天跑下来 可能就是几十块 几十块的一个人民币 连生活都不够 这个就是他们青年的一个困境 所以 所以他们现在中国怎么办 他们现在中国 只剩下一个出路 中国年轻人讲 只能去一个地方了 对 只能去非洲了 对 为什么讲只能去非洲 现在中国人已经要去非洲 对 中国人不只是自己去非洲 连他们的企业也去非洲了 我们先讲北上广 北上广 他现在一个月的薪资 是多少钱 北京是最好的嘛 2320元 然后呢 上海是多少钱 上海是2690元 广东是2300 好 这是他们的平均月薪 而且呢 你是大学 是硕士生 你来2000多 但是呢 如果你去非洲呢 非洲有希望了 他这个是一个 很炸裂的一个帖子 他说呢 养鸡场的 养鸡场的厂长 但是重点是在哪里 在非洲的一个坦上尼亚 一个月薪水 我们刚才讲的 不是2000多吗 人家一个月是3万 乘以10还有 然后呢 你要是有点经验的 可以拿到4万 然后你做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去雇养鸡场 你只是去雇养鸡场 对 然后呢 去培训当地的那些 那些工人 你这样子就可以 一个月拿4万多 然后他们说呢 你去拿4万多 你一个一年有12个月嘛 你就有48万 再加上年终奖金 你行不让当一年 有50万的一个人民币 大概折台币200多万 你只要做两年 保障合约两年嘛 你大概就100万人民币 就有机会回来大陆 然后呢 买房子 可是呢 大家就说 算是算得很好啦 但是有网友就讲了嘛 你有命花吗 非洲的天气 你受得了吗 然后非洲还有很多的动乱 你恐怕都是 你想象不到的 但是到非洲现在工作 还这么危险吗 对 其实你去非洲 那是富贵险中求 没错 就是富贵险中求 这是什么画面 这是大陆人去那边开超市 开超市过去还算好 蛮好赚的 可是呢 当地的人 当也有动乱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就是去抢 韩国人的超市 但是韩国人都有抢 所以 抢中国 对 抢中国 然后你看到这个超市 其实就是一对夫妻 中国大陆的一个夫妻 好 年纪也蛮大的哦 被抢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武力来韩扣 进来就被丢在地上 然后呢 这些人抢完之后还不高兴 觉得你来抢我们的生意 再踹个他两脚 这个是在非洲 你做超市 做非常辛苦 但是呢 另外一个画面 这个也是在非洲 有一个男生呢 一个屋主 他上完洗手间 嘴巴叼了跟烟 走出来看他 抢匪进来了 但是你不觉得他很厉害吗 他转身从腰间就偷出 逃出枪 马上反击 四个抢匪被他打中了一个 另外三个逃走了 他们说这个就是非洲的日常 你去上个厕所 我在非洲随时带枪 随时偷枪 随时开枪 没错 一般来讲的话 你在北京 在上海 你可能上厕所 你要带卫生纸 但是呢 你在非洲 你要随时带枪 而且你看 这个不是第一次开了吧 他这个手法 非常的熟认 所以你在那个地方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另外有一个 那个大陆的YouTuber 也到了肯雅 到肯雅的时候 他拍了 哇你看哦 哇这里很热情嘛 然后介绍 你看哦 这边的烤玉米 只要四十先令 四十先令 大概只要两到三块 的一个人民币 他觉得说 哇介绍这里 以后我们来这个地方 应该是大有前途 可是呢 影片还没拍完 在巷子里面 砰 抢匪就来了 被打了 直接拿枪桌 打爆他的头 他就想说 奇怪 我一支影片 我要介绍你们这里 结果呢 影片还没有 我帮你宣传 对 帮你介绍 你的吃的 用的喝的 结果被抢了 结果被抢了 而且呢 刚好拍了下来 所以你看 他现在满头是血 他就说 这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 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好 所以呢 大陆网友也笑 哇 你这个一支影片 都还没剪辑 直接一进到底 就从天堂到地狱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非洲 最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的大陆人 去那地方工作 去那工作的话 其实压缩到 他们当地的一个生计 当这些生计的时候呢 你以为他只是跟你吵架吗 他可能拿枪进去 就直接来抢劫你 那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病毒 在非洲 有很多很严重的一个病毒 假如我们之前讲过 还有吗 还有伊波拉的时候呢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可怕 对不对 还有马宝病毒 而那些病毒呢 很多时候呢 是你也难想象的 他们伊波拉跟马宝 是通过汉译 就可以传染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去那地方 你赚到钱 你可能寄回来家里 给你的长辈 但是你可能 没有命回来花 好 听位 刚才讲 现在在中国 有提到两个讯息 一个讯息是说 现在习近平 有一种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是说 他居然对瓦格纳今天 第一个 你要开始兵舰 兵舰之后所有的状态 居然完全不能掌握 这让习近平非常的焦虑 还有 如果瓦格纳都敢兵变 那我的解放军 我的解放军对我 真的是完全忠心吗 所以你就说 现在在中国就出现了 很多怪现象了 对 现在习近平 他心里非常矛盾 因为他自己的 所谓的情报系统 没办法告诉他 真正瓦格纳 这个叛变的真正原因 那就算叛变了 怎么一天就结束了 这个其实他们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 中国搞不清楚 对 就一天就结束 那普里格金 到底在搞什么 普丁在搞什么 其实说真的 没有人跟习近平讲真话 因为他们底下 真的也没有真实的讯息 所以习近平 他现在变成说什么 就是说对于整个 其实你看最近他把蔡奇 刚刚董事长讲的 把他变成国安委的副主席 其中一个 以前都是什么 以前都是两个而已 一个就是总理 一个就是所谓的人大常委 常委 那人大委员长 这两个都是当然副主席 但是为什么把蔡奇 增加成为副主席 其实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当然这两个挂名 但是蔡奇真的是 实质的掌控 那个国安系统 就他情报系统 那代表说什么 从普里格金 从这件事情之后 就发现到说 他的情报是失灵的 那如果情报失灵的话 今天他去出寻任何地方 会不会有人想要暗杀他 会不会有人想要 这个什么 有任何的这个状况出现 对他来讲的话 他当然非常紧张嘛 所以现在来讲 宁可什么 宁可 错杀一百 对 错杀一百 所以就是说 整个苏州的这种状况 这种风神的状况 这个其实没有比 那个什么 疫情的风神还要差 其实整个全封了 然后逐不出户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习近平心里是害怕的 害怕的原因是说 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 所谓类似普里格金 类似这个所谓的 瓦格纳集团这样的东西 而且你说 最近我们就听到一个 江湖传言是一个 两岸非常重要的学者 一进到了中国大陆 就被带到小房间 就被扣下来 要不是那个两岸的学者 关系非常好 马上打给国台派 国台派马上援救 搞不好人就不见了 对 我们知道 最近这状况非常的特殊 因为其实台湾有很多好朋友 做两岸的好朋友 或是有一些朋友 他们其实都会被邀请到对岸去 那有些人去了就被抓了 那有些人去了之后呢 其实很怪 一个系统邀请他来 结果他呢 在进机场的时候 被带到小房间去 被邀请的 对 叫一叫小房间之后 就问 但是问题那个系统呢 跟台办系统是不一样的 那问他说 那你是谁邀请来的 结果他说台办系统邀请的 所以叫他马上打电话 当然人家关系也非常好 马上打电话了 打电话之后 结果那一个这个人呢 大家就说好吧 那就你今天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结果等到这个人开完会之后 见了很多人之后 又出来的时候 马上又被带到小房间去了 又被带小房间 带到小房间干嘛 问他说 你不跟我确认了吗 我不都打给国台办了吗 那国台办都给你听讲了 我是一名邀请来的人呢 本来就要回来了 回来就让他回来就好了 而且他出境就好了 结果大家想一想 干嘛 问他什么东西 问他那几天当中 见了哪些人 做了哪些事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他不同系统 都很想要争业机 争攻击 那这个系统 他不知道 那个系统邀请的人 到底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 弄好之后呢 再把这个情报往上送 那这就让大家想谈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这个普里格金 这个瓦格纳集团 这些事情 造成整个中国的 这个情报失礼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整个系统 全部都动起来之后 希望能够再掌控 所有的事情来讲的话 不管你是哪个系统邀请的人 另外一个系统 一定也要拿到 这样的一个情资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才不会被长官骂 他们就跟梅西 进到中国很像吗 这个有点像 都自己打自己 就是很像的 这个所谓的平行的协调 机制不够 所以变成说 他们有时候送上去的东西 这边来讲的话 又被怕挨骂 那边也想又被怕挨骂 所以你看梅西这件事情 一进来 整个你看海关系统 然后他的移民系统 他的国外系统 跟那个邀请的 竹鞋的 或者是说其他什么 桥脸的那个系统 整个都没有做一个协调 所以就造成 现在我们上一次看到了梅西 上一次那个窘境 那个情况 代表说整个 我们研判 整个习近平周边来讲的话 他的那个所谓的决策的 这个什么体系架构 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那这个发生变化 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 习近平自己本身的不安全感 那这个不安全感 从他第三任开始来讲的话 就开始不断的 在很多事情出现了 那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那底下来讲的话 才能搞一些所谓的 低级红高级黑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现在最要做的事情 还是整数内部 但是问题是整数内部来讲 他提出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都没办法救经济了 所以你会看到 中国大陆怎么办 他现在在等李强 你知道吗 等李强你要大大括弧 你说你要所谓的改革开放 继续下去 那你要积极改革开放下去 那没有啊 但事业率那么多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全部跑到非洲去 要去非洲工作 所以为什么 只有非洲是最后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最后的救命道者 那这些大学生 中国大陆的大学生 还有事业率会越来越多 对的 现在当然全世界最关键的大事 还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最近出现很多的爆炸 甚至说 现在俄罗斯有一个五万的军队 已经快要被包抄了 对 没错 那么瓦格纳的这个首领 普利格金不是已经证实 从白俄罗斯又回到俄罗斯去了 又回到俄罗斯去了 普利格金获得一个保障 就是说普丁绝对不会杀他 那除此之外 可是普利格金一定会堆心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发了三百天 他总共动用极发的三百万发炮弹 所拿下来的巴赫姆特 竟然有三面都已经被乌克兰给抢回去了 那要命的是 那么现在总共在前线 在乌克兰的前线 俄罗斯的军队正规军 总共有十八万 十八万因为他们要束手 他自己很长 包括卢干斯科 断内斯科 那么杂波罗 这么多地方 其中在巴赫姆特这个地方 总共有四万五千名的俄罗斯军队 当时不是瓦格纳 交给他的嘛 你知道现在这四万五千名的军队在干嘛吗 在干嘛 现在在求佛 求爷爷告奶奶 为什么 他们被乌克兰包围了 而且他们唯一的后勤的补给线 现在全部都在乌克兰军队的炮火攻击之下 也就是说乌克兰随时如果你运补的话 我随时可以用炮火把你给打掉 打掉了以后我问你 没有炮弹没有食物 最后你会变成怎么样 最后你就变成徐邦会战了嘛 最后你就被人包围了嘛 只要再给那个相关乌克兰的一点时间 直接就可以把 那么当时瓦格纳花的三 打了三百多万发子弹才 把炮弹才拿下来的这巴赫姆特 直接全部拿下来 最长的就是 Coco李文不幸的往生 因为她讲她是华人女歌手里面 等于说站在顶峰的人 所以她的突然离世 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 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 那中间有个非常怪的事情 因为之前的嘛 她本来我们正想 原来她从出生 她的左脚就不太好 她两岁就开了刀 那她每次的表演 她都是靠她的右脚来支撑 对她来讲非常痛苦 可是关键是在前两年 她有一场表演 不小心摔倒 摔倒了以后 伤了她的髋关节 才让她要重新开刀 开刀了以后 等于说还要用柱形去走路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怪事情 中国好声音 在昨天写了一个悼念的词 李文导师 谢谢您给观众留下音乐回忆 谢谢您用歌声传递 爱与美好 一路走好 就没有想到 这样的一个留言 被骂翻了 对 真的骂翻都说 她今天这个状况 中国好声音要负很大的责任 为什么李文的跌倒 李文的髋关节受伤 然后到今天这样的状况 中国好声音要负最大的责任 而且中国好声音这个留言 马上就删掉了 没错 上李文过世的时候 大家都很难过 很多单位或是很多个人 都有一些文章来悼念她 那中国好声音也是一样 这个因为她曾经参加过她的导师 也参加过节目 所以她说 李文导师 我只是感谢你给观众留下回忆这些 讲起来看起来好像回忆她 可是问题是 下面的留言 全部都在骂中国好声音 留言大波了 因为当初的就是 因为她跟中国好声音 曾经有一些事情 然后导致她又摔了一次 在节目上又摔了一次 所以腿上的严重 更加严重 讲这么白 对 浙江卫视后来报复她 对 害她摔倒了腿 摔倒了腿 加重 对你看 浙江卫视本来就是杀人台 浙江卫视以后改成叫杀人卫视 传下去又是浙江卫视 全部都这样讲 结果没多久之后呢 浙江卫视就把这个留言呢 把它关闭 不能够再有留言的这个状况了 所以这个文章呢 这个真的 网路上大家全部都在骂浙江卫视 而且当时讲 台湾当时的高颖翔 也是浙江卫视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讲 到底当初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她当时是担任导师 那导师来说的话 浙江卫视不知道为什么 她在2022年担任这个 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这个状况是这样 因为有第二 他们五个人可以直接晋级 那身上没有晋级的人呢 他就说 他们就说剩下的人呢 有这个73分的选手 有第二次机会 但是获得88.3分的选手 却没有第二次机会 所以你讲的是 这个画面 大家都在看 大家都在看 他等于是公开 你刚刚讲谁是 第一个 77分的人 你居然可以 等于说再有第二次机会 你拿了80几分的人 被淘汰了 所以他觉得 他替那些得高分的人 这个选手呢 不止 所以他就跟这个导演说 你到底游戏规则是什么 你给我个解释吧 而且他说 这些大家都在看 所以这个人 宝洁在当场这个画面里面 当然让制作单位相当相当的难受 就后来呢 李文还有针对这件事 他有发个公问 就说后来呢 我们双方就已经这个和解了 当大家都是求好新切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好 那你以为浙江卫视就算了吗 没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后来浙江卫视的安排他什么 他们就开始在第二次的这个演唱 演唱的时候 有跟王哲鹏一起表演 那一起表演的时候原本是什么 因为当时李文腿已经不太好了 所以说好是说他们手牵手在上面 这样唱 结果没想到没有 他就不说不能够这样子手牵手唱 要各自独立站在旁边唱 所以你说浙江卫视因他 也就是你给我难开 你叫我早伯给你一个说法 结果当时我表现没有发作 可是当你要是开始表演的时候 我给你临时改走位 我给你临时改内容 结果在临时走位的时候 他的脚受不了了 脚受不了了 跌倒了 才又伤了他的髋关节 后来有人去把他扶起来 但是他因为这个画面来说 对 他也不太能接受 所以他唱完这没多久之后 他就直接就回到香港去 他就在 这时候就回到这个香港去 跟这个制作材料处得相当不愉快 而且当时的脚 你明明知道说当时李文的脚 已经不太舒服了 当时看到画面 他故意让他站在一个地方 对 那个地板是非常滑的 你想想看地板如果非常滑 我的重心就非常不稳 我等于说我就很容易受伤了 对 没错 所以那为什么浙江卫视会被骂翻 就说你当初你根本就要因李文 那现在因为李文过世之后 大家都说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他开刀 后来他拿着住行器 慢慢地一步一步走 为什么中国的网民讲 又是你浙江卫视 你浙江卫视是杀人台 你今天所有的东西都跟你有关系 你今天的走位 你今天的更改这个剧本 跟他的脚伤 跟他的过世都有关系 对 就是又加重了他原本就不好的推 他又重新再摔一次来说话 你知道这样摔下来 而且穿着高跟鞋这样摔下来 的确又加重了他的伤势 好那当然了 现在李文呢 因为一开始传出来说 他过世的原因是因为轻生 但是保险现在越来越多消息出来 他可能不是轻生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他要进行所谓的法医的这个解剖 那解剖的时候 现在香港媒体报道说 他是在这个 他在这个所谓救护车上面来说 好像是自己有呛死自己 就是这个嘔吐的东西 吐出来之后噎死 然后呛死自己的状况 然后他在这个救护车上面 就已经脑死 到医院去之后 也是脑死的这个状态 保险可是现在媒体又报道说什么 他妈妈也在他旁边 那他妈妈是86岁的这个 他中医师 对 中医师就很知道 他妈妈还做什么吗 就说不要放弃急救他 他妈妈还拿出针灸 在那边帮他针灸 看能不能救得了他 就最后还是因为医生就认为说 没办法救了 还是宣判他脑死的状态 不过具体的死因 现在的确也要进入这个解剖 才能够厘清的一个情形 好 超越 刚才讲的 这件事情真的在中国炸锅了 而且我没想到 这个后面有这么多的黑暗面 中国好声音 特别讲 李文导师 谢谢您给观众留下美好的音乐回忆 谢谢你用歌声传递爱与美好 一路走好 结果整个中国炸翻了 炸翻了就讲 卫视 浙江卫视报复他 让他摔倒了 加重病情 浙江卫视就杀人台 浙江卫视以后赶成杀人台 传下去 又是浙江卫视 真的假的 确定吗 我去炸了浙江卫视 这次的腿伤跟自杀 都有很大的关系 还记得高以祥 也是这个台的 然后浙江卫视不止这一次了 难道真的是因为 李文他受不了了 刚刚讲的 有一个是吧 一个73分的人 你有第二次机会 一个88.3分的人 你现在没有 结果李文气的说 你给我一个透明的制度 要求导演给他一个交代 没有想到 这个话才讲完之后 导演就开始阴他 导演就干嘛 让他不走不一样的位 本来你是要跟哥哥 走两个手前手的 让你独自站 不是让你独自站 还让你的地板是非常滑 在那样的状况下 他不小心跌倒 跌倒了以后 他就受伤了 对 因为他这个 真的是被阴的 李文是个非常好脾气的人 他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 因为 他脾气很好 因为八十几分是他战队的队员 那个七十几分是别的战队的 别的战队上去了 他的战队被淘汰了 他当然要距离力争 当然 比你多十几分 力争之后 当场当然就是说场面很火爆 可是也就说好吧 就这样子 那个队员就升级了 升级之后呢 他跟队员本来是 李文在这 队员在那边牵他 因为他左脚不舒服 开走的时候 导演就说 那个谁 队员 你走那边 所以李文就顿失依据 他就没有人可以扶他这边 当然就是狠狠地摔下去 他当时脚已经有点不舒服了 是 他一直都不舒服 那天又更不舒服 摔得很惨之后你知道吗 他们还狠狠心地 拍他大特写 他摔倒在地上 在哭眼睛犯泪 他还拍个大特写 导播特别拍大特写 因为他们觉得 这是可以卖钱 可以卖收视率的 含着眼泪在地上 痛苦唱歌的表情 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 因他还要利用他去博收视率 真的是非常非常没有道德的 好 那刚刚讲的 现在高以翔 也是浙江卫视台 对 高以翔上一次 大家都知道 这个才两年前的事情 他一个这样子壮年 你知道吗 他去拍一个实镜秀的节目 那个节目就是外景嘛 但是你知道吗 三晶半夜 你还要叫高以翔 还要在那边跑 他们是一个竞赛节目 从大概凌晨两三点 他是白天已经跑了 晚上又一直在跑 因为他要一遍 两遍 三遍 他又跟导播讲 我已经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有点感冒 他就说那没关系 你试试看 你再跑跑看 结果他倒下去了 倒下去之后 他们以为他在做效果 当场是有医护人员的 并没有立刻救治他 还继续拍他 他们认为说 好像有一个声音讲说 他这样快拍 因为他认为说 一个选手跑跑倒下去 这是一个卖点 就说快拍 并没有说 没有救他 赶快救不是 后来发现不对 因为他倒下去 已经倒了好一阵之后 他们觉得说 这个好像他不是在开玩笑 也不是在做戏 不是在做效果 才赶快通知 但是因为他们 拍摄的地方 是非常偏僻的 要送到 就说就近的 比较大的医院 又要很长一段距离 所以就这样延误就医 好好一个高于祥 就这样给走掉了 好 那另外一件 你昨天特别提到 这几年来 其实Coco过得 非常的辛苦 那他的婚姻也照 带给他很大的一个折磨 那昨天他的先生 也有一个永远怀念 Coco立 有一个对此发普文的 这样的一个讯息 可是他的姐姐 为什么讲说 这跟他们家没有关 那你说这接下来 也就是李文的家庭 跟他先生之间 会有一个很大的 法律战了 这个Bruce 神隐了一个礼拜之后 在Coco过世一天之后 他才发了这个复文 因为全世界都 已经闹翻了之后 他才发这个复文 而且当然就是说 永远怀念 给挚爱的妻子 然后后面还特地署名 他自己还有两个 他的女儿 就是他们的妓女 李文的妓女 特地还结账 我们全家都陪在你身边 这种形塑一个 非常好男人 爱他 爱他 爱他的形象 可是大家所知道的 并不是这样 当然就是说 在李文上过世 一个伤痛的当下 你这样子 复文大会觉得说 好吧 你总算出面了 但是你知道吗 打脸 打脸又打脸 包括很多的粉丝也好 还有他的二姐 立刻在他们 一堆留言下 他也留言 这个是他老公准备的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立刻就是说 他有讲 然后我原来有跟他商讨讨论 就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办这个事情 他拒绝了 布露斯拒绝了 所以布露斯虽然最后才出现 但是他要拿回主导权 也就是接下来 他的告别事也好 包括遗产的处理 包括李文的所有的事情 他要拿回主导权去了 所以你说这一张就代表 我要拿回主导权 未来你的告别事 未来你所有的后事 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之后 李文的遗产 就在他手上了 李文的遗产 现在出估大概四十亿亿了 不论说他们的婚姻 是在香港有效 还是加拿大有效 香港或加拿大的法律 财产都是夫妻共同拥有 或说当有一个人走的时候 财产是归另外一半配偶所继承 或是配偶的子女共同继承 所以也就是布露斯 跟他是两个女儿 是三个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也难怪为什么 他赶快在这个时间 发这个补文 然后他就是要把 所有的财产弄到口袋 他是用尽心机 昨天这样子赶快发 然后假装是 就是说行说一种好男人 至爱 治口口声声 治爱的妻子 这个时候做一个 这样的一种动作 其实内经就是机关算尽 为的就是这四十亿亿的 李文的遗产 而且你昨天讲说 李文非常爱他 说共同人不相信 可是他姐姐今天出来了 所以因为李文 他是遗父子 他从小没有爸爸 所以他喜欢 年纪比他大的 所以他是把他 对他爸爸的爱 完全投射在他老公身上 对 因为这个布露斯 大他十六岁 当时他是一个健身 对不对 那人家在 小年那个派对认识之后 李文其实从小 没有一个父亲的爱 所以他觉得说 就是那一个男人 就是说给他依靠 所以他们虽然就说 爱情长跑了七八年 因为李文的妈妈 一直是反对的 结婚之后 李文其实有三四年 就是洗饮在家里 煮饭等等的 那这布露斯其实刚开始 对李文是感觉还不错 但是慢慢地就是 露出很多的 他的马脚等等之类的 甚至在这两三年 就是不断地劈腿 劈腿又劈腿 一次两次被抓到 李文很大气地选择原谅 可是到第三次的时候 他竟然跟 布露斯竟然跟李文 嗆声说 我就是劈腿 我就是万遇 你要拿我合这样子 也就是那样把李文 伤得非常非常深 他觉得说 我就是这样深爱你 我为了你 可以 他有讲过 他曾经为了帮布露斯 你办一个生日派对 准备了一年 李文这样对他掏心掏肺 这样的对他 这样连这个世纪婚礼的 6亿元 全部是李文一个人出的 真的假的 是 他包办婚礼 从世界各地 专机把所有的朋友接来 婚礼的费用6亿 既然是李文出的 你说这个布露斯 什么富商 什么CEO 你为什么不能帮他 分摊这个婚礼的费用 好 现在41亿的遗产 而且你还做过这么多的 这个400婴儿 是 对 他九次啊 他帮他 真的是 所以李文最后会走不出来 是因为我为了你 我命都可以不要 我为了你的一切都可以牺牲 各种的痛 各种的什么 我都忍受了 我就是希望说 我可以跟你白头协了 我这么爱你 可是你复兴 你背叛 你欺骗 甚至于了 今年年初李文在动乳癌手术的时候 布露斯在哪里 带着两个女儿去坐游艇 在海外游玩 所以他伤不伤心 他难不难过 他痛不痛 非常的痛不欲生 可是他又放不下 因为他太爱布露斯 他把他当成爸爸 但是二姐讲了 他是一个好爸爸 可是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是李文他没有办法走出来 他一直希望 这个爸爸式的男人 是一个好丈夫 可是布露斯 一直都不是一个好丈夫 好 接下来 真的就会有一个遗产争夺战了吗 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 其实基本上相对复杂 我先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件事情 因为李文小偶一岁 他1975年和1974年 我们这个年代 李文真的是太红了 我们谁不唱他的歌 对不对 那李文他是华人之光 他又上了奥斯卡 他又可以唱世界杯的主题曲 他的滴答滴 我们都喜欢他的歌 但这两天才发现 刚刚这个长玉姐在跟大家讲 他以前是垫屯女王 跳来跳去的 谁知道他的左脚 小时候两岁的时候 就已经这个 腿棒插进脚后跟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一个绿己圣言 然后他其实基本上 在感情上面 从这个时候回头看 他真的蛮爱他先生 这个布露斯 他当时也追他很多年 那也因为他追他很多年的时候 之前有一段婚姻 他的两个这个 长玉姐才会 没有在他身上 因为他们的亲生母亲 可能他们觉得说 是不是李文的关系 才让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离婚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李文的1994年第一张专辑 第一首歌就是他最红的歌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他里面的歌词就是 我依然爱你最深 宝洁哥我就讲 香港要离婚 他的先决条件就是 两个人必须要分居满一年 你才可以 那昨天以前讲分居 刚好到今年7月是一年 今天看起来已经两年了 所以他早就有条件去办离婚了 那他办了没有 没有 还没办 但是你看香港的媒体传出来是说 原本是预计就在7月 就是现在要去完成这个手续 如果完成了以后 包含遗产的事情 他就可以照他遗嘱 把他所有的这个十亿人民币 大概四十几亿台币 通通给他的妈妈 对不对 但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完成离婚的话 他的先生当然可以继承他的财产 至少一半 那为什么他没有去跟Bruce离婚呢 为什么他在跟Bruce结婚 他们的四季婚礼花六亿 然后后来他还办那个 连他老公之前的这些朋友 都把他请回来 还找了很有名的歌手来唱歌 后来李文生日的时候 他老公也找了贝克 他帮他们录影片 他们之前的这一段过去 看来李文是非常喜欢他老公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原本传出7月就正式要跟他断绝 他就已经不是Bruce太太这件事情 他好像过不去 他不想要结束这段关系 他还是希望 他是Bruce的情人 当李文往生以后才发现 原来他从小 他的左脚就有问题 然后他两岁就开过刀 原来他在跳舞的时候 都靠着右脚在支撑 这个整个过程 他说每次表演完 他都痛苦不堪 就很难想象 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过这么多年 而且你再仔细看 他的妆 他的法 他所有的鱼鸡肉 我们左跌脚 他的腰身 29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也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吧 对 李文其实 他脚拨好的一些事情 是后来大家才知道 那一开始 他在1996年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明星专用的 编舞老师 盛丰老师 这张照片在哪边拍的 在Unity 那时候盛丰老师的一个工作室 那时候工作室 在信义路二段那个地方 好 李文的上面工作是很大 所以找到盛丰老师 可是盛丰老师那时候 排的都是谁 都是蔡依林 都是罗志祥 所以盛丰老师 他排的舞是非常难跳的 但是李文第一次唱 当唱跳歌手 那时候唱的是哪一首歌 是爱我久一点 但是大家回头去看那个影片 你会知道 盛丰老师那时候 帮他排了很多的舞 都是有一个阶梯 有一个倚靠的 所以那个时候 应该盛丰老师就知道说 他的左脚是不太舒服的 可是从那个影片开始 那个MV开始之后 他陆陆续续 他就克服他左脚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他在那边跳舞的时候 其实慢慢的已经把他的动作 可以跟蔡依林 他们这些唱跳歌手来媲美 甚至在那个时候 其实听说 因为在排舞的时候 唱片公司还有经纪人 都在下面等 然后大家都想说 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吧 可是盛丰老师也跟他讲说 差不多了 你OK了 但是李文他就说 不行 老师我们再练一次 我们再一次 再一次好不好 所以他一个人 一练再练 对 一练再练 所以他要求盛丰老师 来让他多练几次 然后所有的danser 陪他把这动作练到非常非常完美 所以他说我每次陪他练习 我的体力都处在透支的状态 不只是盛丰老师体力透支 其他的danser也都体力透支 但是你知道吗 盛丰老师是专业的 danser也都是相当有经验的 但是李文真的是 从一个没有舞蹈经验 然后呢 左脚不方便的情况之下 把自己跳到一个最完美的情况 你看这个装法 这装法不容易吧 他出来的装法永远都是最完美的 然后呢有一个自身记者就说呢 他的装法往往都是要两三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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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梳化大概二十几分钟就不行了 但是他已经花了三个小时 来确保他的化妆跟梳法 甚至要上台之前 他还常常说 我哪个地方 再来补强一下 可是你会觉得说 女艺人是不是很爱面子啊 所以要把自己弄到最完美 其实他这完美的一面是上舞台 私底下跟工作人员去上KTV 他是素颜 所以他是可以用素颜跟工作人员见面的 但是呢他上舞台之后呢 就是要给大家最完美最好的一面 我们之前谈到的是 他二十九年要维持他的身材 表演的前几天 他一天只吃一根香蕉 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第一个你要上台 你必须要有一个绝对的一个体力 然后呢第二个 你在表演之前 要有疯狂的rehearsal rehearsal不只是说你唱跳而已 你要记那个走位很伤脑力的 所以呢很多的舞台老师呢 都要吃那种能量影 但是李文呢他为了他的身材 为了他的fit 一天吃一根香蕉 如果你一餐吃一天香蕉 都没办法了 我一餐饮我都翻脸了 对都翻脸了 但是呢Coco李文 他竟然可以在演唱之前呢 一天只吃一根 那这个东西除了他的体力之外呢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的意志力 欢迎去看关键时刻 事总 现在伊隆马斯克发出好语 他说今年下半年 整个特斯拉可以进入到什么 全自驾的模式 没错 可是关键在哪里 他说我要这个特斯拉进到了全自驾 可是我要做一件怎么动作 以后我的晶片 本来我是交给三星来帮我制造 可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我要进到了全自驾 我现在要把三星全部提出出去 我要把三星全部换成台积电 而且我们之前也看到了NVIDIA NVIDIA也是全部都跟台积电合作 难道未来进到AI的世界 真的是赢者全拿吗 而这个赢者全拿 进到AI世界的这个门槛 这个门票掌握在台积电的手上吗 没有错 为什么这样说 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 伊隆马斯克 他在这个全球AI大会上面说 自动驾驶 就是全自动驾驶 大概今年晚一点的时间就能够实现 然后他说 我以前做过很多类似的预测 那我承认现在过去预测不完全准确 但是这次我觉得是比较接近的 抱歉 为什么他这次会觉得比较接近呢 为什么 因为他的晶片做得出来了 因为台积电能够做出 可以用在自驾FSD的晶片 所以他才敢说 我认为这次应该会是成功的 他这次有什么把握是 他已经跟台积电合作了 台积电已经把晶片做出来了 对 为什么 因为过去特斯拉的晶片 他从14奈米 7奈米到5奈米 都是由三星做 那为什么他这次说 我认为这次比较精确呢 因为他接下来的5奈米的FSD晶片 要下单给台积电 然后台积电 三星呢 三星就只能做旧款了 三星没了 只能这个价子 还有接下来的3奈米 他也会跟台积电合作 也就是说 因为跟台积电合作之后 他能够确信说没有错 这颗AI晶片大概是可以用在 我自驾的这个状况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知道这几天不是天气很热吗 就是这样 这个黄仁轩宣布了一个伟大的计划 他说我准备用NVIDIA 我准备用AI用GPU 打造坑一颗地球 叫Earth2的这个计划 Earth2的计划就是第二颗地球 它跟地球完全一模一样 现在地球所有的气候的状况 我能够用这颗第二颗地球来模拟 那就可以知道说 未来人类的这个气候变迁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这是人类第一次 有可能会可以 搞不好可以完全地预测 气象的一个模型 好 我们这一讲过 在AI的世界里面 赢者权 因为在AI的世界里面 不能容许有一点的施差 也不能有一点的错误 现在谁掌握领先 谁就会夺取所有的资源 谁夺取所有的资源 第二名就很难跟上了 没错 是跟AI领域里面说 未来最大领域 应用领域应该会在自驾车 为什么 因为自驾车 它其实就是一颗AI的晶片 或在这里面 然后可以判断所有的数据 然后做出正确的这个决策 好 那这样 伊隆马斯克他说什么 因为为什么他认为说 可能可以完全自驾 因为目前为止 他的这个自驾系统 所谓的FSD的HW4 已经开始在美国试跑了 所以他认为说 未来可能可以这样子的 可能可以这个 所谓的完全自动驾驶 会完全 可能在今年下半年 有可能会完全成功 但他也特别提到 好 从HW3到W4 我的成本是非常显著 为什么他以前不下单给台积电 我要下单给三星 就是因为成本的关系 那现在他已经认清楚了 成本我不能省 因为我如果要进到AI 进到自驾的领域 我非台积电不可了 为什么这样说 我先跟他讲 因为为什么 因为伊隆马斯克说 原本一家 一般家用车的话 使用时间一周是10到20个小时 大部分都是趴着 就是说在停车场趴着 但是如果自驾车的时候 可能一个一礼拜 会用50到60个小时 也就是因为自驾车 我就自己开出去 反正他自己会跑嘛 无所谓 那好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伊隆马斯克 就自驾车 他说成本会增加非常明显 因为第一个 我问你 如果你在自驾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那怎么办 我要看电视 我要看电脑 我要玩游戏 所以这周边的功能 会更加强大 这就是为什么成本 要上升非常明显 因为你要把周边的 娱乐系统也完全建置好 不然我没事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我不用手拿着这个驾驶 驾驶的这个 汉兜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而且你的精准度 你的整个误差率 要降到最低 否则你开车在路上 任何一个失误 都是要人命的 我可能通信要更加强大 然后我的AI运算 要更加强大 那你知道 事实上他这样讲之后 你看中国马上就出来 跟他呛家 中国很多中国就说 我跟你讲 我们的小鹏理想未来 我们现在还有华为 我们都完全领先你 就伊隆马斯克就说 不好意思 我特斯拉在人工领域 智能遥遥领先 没有其他汽车公司 在这个领域 可以跟特斯拉相批门 他可以呛一下回去 所以中国的自驾是假的 当然是假 为什么 我跟他讲 重点在什么地方 大家仔细看这个晶片 就知道了 为什么 事实上我们就讲 特斯拉的中控电脑里面 就是这个主机板 是最重要的 特斯拉的这个AI系统 有两颗晶片 所以你看它有双晶片 为什么双晶片 就是万一一颗晶片当机的时候 我还有第二颗晶片 可以这个支援 好 那大家讲 这为什么要用台积电的晶片 你仔细看 这原本是一个中央处理器 两颗中央处理器 它旁边有这个低润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是在一个主机板上面 属于不同的晶片 那很多晶片都是 放在这个主机板上面 对不对 我们就讲 台积电不是有一个 这个新的AI晶片 用所谓 COWERS的这个封装技术吗 它可以把这些晶片 全部整合成一颗晶片 那整合成一颗晶片 有先进封装整合 整合 就是我把它3D堆叠起来 因为它是平面对不对 然后我用3D堆叠 把它堆叠成一个 比较厚一点的晶片 但是我把它封在 从一个晶片 这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因为第一个 如果电流在流通的时候 我要流在这边 然后又流到这边 流来流去 这在不同的 这只在主机板上面 走来走去 我可能这个效率会更差 但是我把它封装成一颗晶片的时候 我就是在一颗晶片里面运作 我的效率会更快 所以为什么伊隆马斯克说 下半年可以实现 因为你要没 分秒不差的时间点 你要把它封装在 从一颗晶片里面 才有可能会实现 那这个呢 目前为止只有台积电能做 三星没办法做 难怪三星讲说 我们要赶快再先进封装 赶快努力 对 好 那除了这个伊隆马斯克说 自家这个对 我一定要用台积电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保险你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NVIDIA用的就是台积电的 Cowars的封装 它的GPU呢 如果伊隆马斯克不跟上的话 大概不出两年的时间 它的GPU的功能会盖过特斯拉 也就是 谁跟NVIDIA合作自驾车 合作未来的电动车 未来NVIDIA的电动车跟自驾车 会赢过特斯拉 如果他不做这个改变的话 他可能就会输 所以伊隆马斯克一定要奔向台积电 就是NVIDIA你做什么 我还要替你提醒对白 好 所以 难怪这次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我明明我这一次的晶片 比我上一期贵很多 我这个成本我非复不可 这个成本就是什么 这个成本就是台积电制造的成本 跟三星的成本 对 好 那我们就讲 我刚才就讲 要用这个所谓AI晶片的话 用台积电的Cowars的这个晶片 就是这个COWS的 Cowars的封装技术 我就讲 因为它是很多层 我们刚才讲到 原本的这个CPU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把低润封在这个地方 把很多周边的完全封成 跌在一起 一颗晶片来说 不好意思 这个就是目前为止 三星没办法做到 三星只能做到 散到一边 问题是散在这个 主机板上面来说 你可能电流流失 一个讯号没有过去之后 你可能就miss掉了 但是我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这个问题 那好 我用两颗晶片 两颗晶片封装 这个Cowars晶片 两颗完全单晶片的这个地方 我就不会有问题了 所以它这个等于是一个 完全的解决方案 好 那你知道 因为目前为止 AI晶片还有特斯达晶片 电子代工业务的总裁 崔世音就说 好 我们现在也要追 所以他说 我们现在要追赶 他们现在把所有投资 准备在3D封装上面 他说我们务必要追上你 可是我跟他讲 目前为止 他才要开始做 我跟你讲 他大概三五年时间 完全追不上台积电 那不会拉更开了 当然一定拉更开 为什么 我跟你讲 目前为止 NVIDIA一个晶片 他的这个晶片 他在美国卖一万美金 在黑市可以卖两万美金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他当然恨不得 下单给台积电 能卖多少 你三星做出来的时候 不好意思 都几年以后 而且你的封装 到底基础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所以才说 这都需要慢 三星在未来的两三年 四五年时间 他是没有可能在AI晶片 超越台积电的 难怪你讲 在AI的世代里面 赢者全 对 所以会是台积电 赢者通吃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你看 最新一期的这个 三星的电子 我们就说嘛 三星电子的财报 第一季已经比去年 下滑94% 就这一季呢 恐怕又会比去年 再下滑95% 也是说 现在获利一直节节的衰退 那那节节衰退 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 他说因为我们这个 三星的第一季 还有金元代工的部门 表现不佳 所以他们就把负责人 都换掉了 对 代工部门的这个技术部的 这个副社长 由这个郑姬泰的来担任 好 另外第一季开发部的负责人 由这个黄湘 黄向骏来接任 也就是说 现在走兵 走马换将 换成新的人上来 因为他们跟被台积电 拉的时代是太远的一个心形 他们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状况 更让人家惊讶的是 黄仁勋又公布你刚刚讲的 这个Earth 2 也就是在地球2 他居然用3D 用一个完全呈现地球的样貌 没错 如果我可以完全呈现地球的样貌 未来我要预判天气 我要预判地球上发生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 就更精准了 没错 像黄仁勋目前有一个计划 叫Earth 2 就是第二颗地球的计划 他又说什么 因为他未来准备要用 所谓相关的这个GPU 跟欧洲非常多的研究机构 他们打造起来 打造起来的话 他们准备要用所谓的 这个打造成一个 类似地球这样一个环境 然后把过去所有地球的气象资料 全部都输进去 输进去之后 他未来就是 他可以什么 这个暴风雨 这个飓风 热浪等等严重的事件 我就可以判断得 非常的精准 所以他现在就是 你看他里面来说的话 他就是个地球 跟地球目前一模一样的状况 他可以用来模拟气候 然后模拟气候之后 我可以任意调整 模拟说万一现在风的状况 不一样的时候 会对整个气象气候 你看这是风向改变 然后对我这个气球 地球会变成怎样的状况 然后街道的这个大气的 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我都可以模拟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可怕到说 你每一个街道 每一个街道的气流 就像我们前面是中效西路 中效西路现在正风多少 中效西路什么时候会下雨 下雨会下在哪一栋大楼 我都知道 所以他可以判断得非常清楚 所以未来我们气象是非常非常精准的 几分几秒几分钟 然后可能会下雨 他都可以判断得出来 好他除了这个之外 他也重现什么 最近不是森林大火吗 那森林大火到底会怎么烧 那怎么预判 我怎么去判别 所以这个系统 如果真的早一点出来的话 搞不好加拿大政府 就可以拿来用了 对 他就会阻止这个野火的 这个燃烧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可以判断你的风向 我可以判断你燃烧的程度 我可以判断哪个地方 下个的起火店 我可以及早的成立防火墙 所以他这个一旦完成的话 等于是说 可以把地球的这个目前的气候 包括大气的这个气候 局部的气候 还有微气候 他都可以了解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就说 这个真的NVIDIA的这个GPU 真的对全世界的气候模式 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而且可怕是 过去我们讲的 这个气候模式是要透过超级电脑 过去的超级电脑都是由CPU来计算 对 他说未来全部要改成GPU了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CPU运算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用图像去显示 但是GPU用这个图像显示之后 会更加的精准 能够判断的出来的这个状况 好 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未来的AI世代里面来说 真的会有改变我们很多事情 你看 这原本的这个 这个画面是这样 一张照片是这样 但是我呢 未来可以用所谓3D模型 建得非常清楚 我未来 假设说 我要里面要加什么东西 或是怎样的状况之外 我用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我把这个环境改变 我可以用3D模型 去重新模拟这样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所有东西都可以解构 对 解构之后 我们就可以改变它的这个状况 我们可以做一些变化 可以预先预判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剪头发 剪头发我们过去都说 剪头发你要剪成怎么样 你根本不知道 没有问题 现在有一个AI的这个模拟剪法 你就可以 它可以吸到每一根头发 你要打薄 或是我要怎么样做刘海 我可以把它研究非常清楚 这个很适合什么 很适合你先模拟一下 我到底要剪成什么样子 未来会非常精准的一个画面 你知道剪头发最难在哪里 你知道 每个人的发流不一样 是的 每个人的发质不一样 每个人的粗细不一样 我如果透过这个东西 我可以精准的算出你的发流 我可以精准的算出你的 你的细后的细粗的这个程度 没错 我怎么样打薄 怎么样 对 而且它可以因应你每个人 每个人不一样 我扫描你的头型之后 我就知道你 那怎么去做 那这个对未来什么 保健不是只有剪头发 未来我们的任何的造型 或是女生在穿衣服里面 这有非常多可以应用的这个地方 又越来越细微的一个状态 另外还怎么 它可以人工智能 用这个牧场里面 这没头出大概的这个状况 我可以追踪 因为AI系统 可以同时追踪非常多头 你只要里面有安装 所谓晶片 我就可以判断出你的 所有的数据 那所以知道非常清楚 那包括说像养蜂也是一样 养蜂我可以用这个 AI数据去追踪 每一个养蜂的 蜂巢里面 那些蜜蜂的这个 活动的这个状态 所以就告诉你说 AI真的可以改变 所有未来人类的 所有的任何的生产流程 还有任何的 我们未来的预测模型 那这个商气 真的非常非常大 那目前为止 掌握真正商气的是谁 就是台积电 因为有AI晶片的 COWERS封装 目前为止是 全世界独一无二 好所以董事长 今天伊隆马斯克讲说 在今年的下半年 就是今年的这晚一点 我们就可以做到了全资价 全资价一个非常地关键 就是他居然把他的晶片 做一个改变之后 全部交给了台积电 难道未来也就是说 你要进到AI的世界里面 你要有一个门票 这个门票居然 是被台积电掌握在手上的 现在第一个问题是说 Ellen Musk 他现在把他的这个 这个晶片的制造 这个代工交给台积电 对 但是谁设计的 那个晶片的设计是谁 是Ellen Musk 是特斯拉自己本身设计的 对 那他设计的理由是什么 他应该根据他这多少年过来 他有大数据啊 他所有的参数全部集中以后 他有他设计出来一个 这个一个 他设计出来的晶片 但请 我就不太理解 就是说光凭他特斯拉本身的能力 因为他 但是他所有的晶片 他不是一个专业的晶片的设计公司 对 他现在委托了他生产制造出来 给特斯拉使用 所以他在市场上 有没有跟这个竞争的能力 我们举例这样讲 这苏大晶片 我举例这样讲 说NVIDIA NVIDIA是什么产品 NVIDIA是卖给全世界的用者 使用者使用 所以他每天要面对全世界 这些所谓的高阶的竞争者的 使用 这种充斥 砍杀 然后设计出最好的产品 然后交给台积电生产制造 所以他有把握 对他的预测模型 对他的演算能力 通通都达到全世界最高的水准 第一名的产品 所以他卖出高价钱 但是好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那个在domain knowledge方面 他专业技术上面 可能他汽车的这个能力 不可能会输给特斯拉 但是我就开始怀疑 特斯拉真的有能力 做到NVIDIA那么好的程度吗 所以他才害怕呀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专门对汽车车用的 这个特斯拉的自驾晶片 的设计制造 特斯拉可能自认五项 全世界第一 对 可是NVIDIA是他所有的机架 他全世界第一 对 包括自驾在你的里面 所以这是两条不同的思维 在创造出来自驾的 未来的这个服务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所有要去弄 自驾车的全部去跑去 跟NVIDIA合作了 是 所以这好 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NVIDIA就有一个机会 用他的产品来服务 全世界所有的自驾车的这个 晶片 晶片 对不对 那特斯拉还是闭门造区 他自己做给自己用嘛 对 到底是哪个晶片会比较好 你觉得NVIDIA比较好 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特斯拉不可能 永远保有这个独家优势嘛 不可能的事情嘛 因为这个优势来讲的话 是要经过市场上不断的检验 不断的检验 要经过淘汰嘛 要经过很多的所谓的 要纠错的程序 才会达到一个最好的产品嘛 那特斯拉 他不跟人家合作嘛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 基本的这种 科技进步的原则来讲的话 我觉得NVIDIA机会会比较大嘛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因为NVIDIA除了这个 除了汽车的Dominology以外 它还有其他方面的演算能力 尤其有关的 就是所谓的画面的比对能力 因为在这个整个在这个字架里面的话 画面是最重要的东西 是不是 所以我认为特斯拉的概念 他只是把它交给台积电去生产制造 如此在这个程序上 他承认他自己的自己的选择 不得不做台积电的选择 所以其实美国也是跟台积电合作 那我们的我们IC设计公司 也是跟台积电合作 所以我们有一个 坚持得点的地域的优势 所以我刚刚讲的 这个概念是不一定 可是这是专业啊 可是你特斯拉只做汽车车用金 或是有关的一些的晶片的设计 尤其有关演算的这个部分嘛 所以我认为这两种思维 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Ellen Musk在这个领域里面 他能够能够能够独步全球吗 我非常保留 好 司通另外一个 我觉得非常有趣是张汝金 我知道你以前曾经讲过 张汝金有一个梦 我要取代张中萌 对 没错 我要打败台积电 我要变成世界上最大的金元代工公司 没错 可是张汝金居然讲说 现在这样了 两岸合作啦 对 两岸不要再吵了啦 没错 我们两岸一块的来发展这个晶片设计代工啦 就马上被台湾打脸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张汝金目前是塔基半导体的这个执行董事 然后出席中国的这个IC论坛的时候 他就说这样啦 他就说这个我们中国大陆一定要跟台湾互相合作 他说台湾半导体有很多优势 包括发展的早啦 技术领先啊 然后人才政策 同时会遭受海外制裁所制约 所以呢 因为没有海外制裁 所以我们要跟他合作 他就说目前为止 我们中国的高端设备受到这个限制 然后在国际环境上 这个受限制的状况 如果能够汲取台湾的技术 还有人才 然后还有中国的包括说产能 还有资源市场的优势 双方可以互相合作 发挥所谓一加一大一二的共赢效果 可是问题是宝洁 我们有可能跟他合作吗 我们跟他合作的时候 搞不好我们被美国制裁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这也代表说 中国已经没法了 中国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台湾了 对 因为为什么 他其实这个都讲得非常清楚 张武京讲了 他说因为14奈米以下的光刻机 基本上没有办法进口 所以先进晶片就很难做得成 所以他承认14奈米做不出来了 好 那不过他也说 我们中国这个聪明的工程师 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用小晶片 用三颗或四颗堆叠成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中国的这个算法很高手很强 然后用软体去补硬件不足 所以三个臭皮酱跟猪尾量比 不见得一定会输 所以他意思是说什么 我刚才不是讲吗 台积电有所谓3D堆叠这个技术 他也想要用这样的技术 可是问题是宝洁 你以为这个3D堆叠很容易吗 男上家你要用了很多材料 不是你中国的材料 日本可以去卡住你这些材料 所以这为什么美国要封你 为什么要叫日本来卡 因为很多材料是日本在做得出来啊 你说那个封装技术 日本占关键 那封装很容易材料很难取得 所以为什么 难怪台积电要去熊本 台积电不是有去日本 做这个3D封装的研究所吗 在驰骋啊 在大阪研究室 你以为他去那边做什么 他就去研究那些材料 材料是日本厉害的 所以是台积电跑去日本 它的3D堆叠 封装才变这么厉害 你要有那些材料 那些材料不是台湾能够做得出来的一个状况 那个材料才是真正的高进入门海 所以他讲这个 没有错 讲的是没有错 问题是很多地方你没办法实现嘛 那这样 因为我刚才不是讲嘛 伊隆马斯克他不是讲了说 我们今年的这个自驾能够形成吗 他在什么地方讲 他是在2023世界 这个人工智能大会里面 因为这次在上海举行 所以那伊隆马斯克也是拍 这个中国的这个大腿 说我认为中国AI可以发展得很好啦 但问题是中国没有晶片 这是事实 但是你知道中国还做什么 他说我宣布说 我们要组成一个所谓国家队 那国家队里面来说 你看包括说像360度啦 百度 华为 阿里等等的 还有包括说像这个很多公司 还有包括说这个柯大训飞 组成一个国家队 他还有一些名字 对不对 然后组成这个国家队的时候 还有什么大队长 还有小队长 那像柯大训飞 就是一个大模型 大模型的专题组的联合组组长 他们分得很细 那很细都有颁给你这些 这些所谓的人员 可是问题是你组成这样有用吗 你没有晶片来说 目前为止还是要发展AI 有相当大的难度 而且从中文介绍 现在对中国的封杀 对中兴 对中国 真的是致命大忌 对 没错 我们讲这几天的时候 叶伦刚好已经抵达中国 去访问了嘛 对不对 那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封杀 还是一个接一个 我就讲现在这个DUV 已经完全都不能够卖了嘛 从这个原本的 这个两个比较先进的 2025i还有2000i 现在连1980i都不给你 好 不给你之外 你看 现在还有什么 不只不给你晶片 他还说 不能够用云端的运算的服务 所以都不给你 所有的东西都不给 所以 连云端服务都不行了 对 那云端服务要做什么呢 这个原本就是一个 投机取巧的方式 如果我没办法买NVIDIA晶片 我就用美国的云端服务就好了 对 问题是他现在也不让你用 我在云端计算 对 所以他完全都把你完全 这个砍得非常的仔细 那因为砍得非常仔细之后 你知道 这几天的时候 这个王毅 他就在这个 他们出席掉之后 他出席掉之后 中日韩的合作国际论坛 然后又讲说 我们三个国家 中国 日本 韩国 我们要组成这样子 他还说什么 无论把头发染得多金 无论把鼻子塑造得多么尖 亚洲人永远不可能成为 欧洲人或美国人 亚洲人永远不可能成为西方人 亚洲人必须自以自身的 这个跟在哪里 与中国一同壮大亚洲造福世界 所以他等于是对日韩喊话 问题是日韩喊话有用吗 因为你壮大就欺负我们啊 保险 你知道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这是这个韩国企业 在中国的销售额 2022年跟2016年的比哦 2016年就是中韩签了这个 这个所谓FTA之后 你看 衰减多少 奇亚衰减了75% 这个 现在揣了75% 奇亚减了80% 三星减了43% 现在摩比斯减了80% 三星显示器减了49% 现在运输减了55% 现在薇亚减了那么多 全部都在大减 那你觉得韩国会怎么样 这么想 跟你合作根本没好处啊 所以我根本不愿意嘛 所以我就讲 现在不是只有中国 不是只有韩国 跟这个日本的企业往外跑 现在连中国企业都要往外跑 我们知道在美国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 很多女生都会download一个app 叫SHIN 这是台湾也很多人在download 那她的衣服是相当便宜的 她主要市场其实在海外 但是她目前为什么 因为她跟中国关系太密切 她就说 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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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我们准备要离开中国 我们可能把总部会搬到这个海外的地方 可能在新加坡在哪里 因为为什么 因为她现在准备要到美国去进行IPO 但是她IPO最重要一件事就是 划清跟中国的界限 她不是中国觉醒的吗 但是问题是 她一定要划清跟中国界限 美国才会接受她 所以告诉你什么 没有错 张吴欣说的那个梦是很美好 但是问题是梦就是梦 不是现实 好 刚才讲到了 未来是一个AI的战争 是一个资讯的战争 而且资讯AI它完全整合在一起 而中间 其实刚才讲 从这次俄务战争来讲 新链非常重要 那台湾这次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我们台湾跟马祖之间 我们的地下电缆 却被破坏了二十几次 如果未来战争真的起来的话 我们的地下电缆被截掉 我们的通讯没有 我们的通讯没有 我们就不能跟对外联络 不能对外联络 我的什么AI什么也都不行了 就现在台湾要想办法找突破口了 好 保洁哥还有观众朋友 有一次我去问一个 我认识熟悉的长辈 是资深的将领 我说两岸会战争吗 他说不希望看到战争 但如果战争的话 我问他 那大陆会先打哪里 保洁哥我问你 会先打总统府 先打台积电 还是先打我们的空军基地 你觉得会先打哪里 打卫星跟打地下电缆 对 他说先打掉我们的 地下海底电缆之后 在打仗之前 让台湾整个盲掉 完全跟全世界 没有办法联系的时候 发动战争 我连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是在放鞭炮还是地震 你都搞不清楚 那麻烦问题就大了 保洁哥这不是我也很聪听 因为就在今年 过去电缆之间 常常有海底电缆 不小心被切断 但今年的2月2号 跟2月8号 6天之内就断了两次 我们马祖的海底电缆 居然被大陆的渔船跟货船 给切断了 那到底是真的不小心勾到 还是他要测试 把你的电缆弄断 观众朋友现在这个图 来给大家看 导播给大家都这个画面就是 台湾其实海底电缆 一共有14条 分别在淡水巴黎 还有宜兰的头城 以及屏东的方山 就这四个接收站 总共14条 对全世界海底电缆 那一旦如果断了以后 保洁哥 那战争到了海底电缆 全部被切断 我们怎么跟世界联系 我们怎么跟国外去交通呢 所以这种时候 你看看乌克兰 乌克兰在打仗过程当中 他有新链 新链帮助他维持这个系统 或者是说 你在这个战争期间的时候 你还可以联系 还可以po telegram 还可以po twitter 我们我军壮胜 我们前进了以后 讯息能流通才能打仗 一旦如果我们没有了 海底电缆断了 然后我们没有 对外联系的时候 怎么办呢 观众朋友 我先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做 几个计划 第一个叫做 所谓的灾难漫游 灾难漫游 一旦我们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我还是在强调 不需要两个打仗 但一旦打仗以后 他会把我们的海底带阶段 他会把我们的基地台 全都炸掉 那所以 像我是中华电信 有的还有远传 还有其他电信公司 现在目前我们的社会部 在做个计划 要花六亿 他要让我们所有的 不同的门号跟手机 这些基地台 在一旦发生战争以后 可以用灾难漫游 所有的基地台 只要还能用 不管你是哪一家电信公司 都能用 所以第一阶段 马上分享 可以完全分享 还维持通信的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 这个低轨卫星 数位部跑去跟英国 叫OneWeb这家公司 他要去跟他合作低轨卫星 我们有可能在2025年 我们现在台湾的国家太空中心 就要把这个卫星给发射上去 那低轨卫星可以帮助 在战争时候 他能够帮助我们的通讯 依旧可以在 第三个 现在很多专业在讲 日本有一套系统 叫做HAPS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叫空中的基地台 这个HAPS 基本上如果一旦发生的 这种战争状况的时候 他不是在基地台 陆地上的基地台 而是他在空中 但是他又没有卫星那么高 所以他叫做伪低轨卫星 他不是真的卫星 这个大概是在地面 20公里高的地方 但你知道卫星多高吗 卫星是1200公里 所以差很多 那你要打卫星 有一个相对技术困难 但是这个HAPS 等一下导播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画面 这个是一个像是 像大老鹰一样的 一个长 780公尺长 上面有10个螺旋桨 然后还有非常多 你看太阳能板 有没有 所以他上去以后 他可以好几个月都飙下来 然后他的半径是200公里 他可以在这个台湾 只要三到五颗 就可以完全都能够涵盖 他能干嘛 他一旦上来之后 因为他是20公里高 所有的通讯 跟对世界的这个连接 就靠着这个 这个叫Hawk30 他上去之后 他就可以帮助在战争时期的时候 所有的通讯 都可以靠这个在天空 他不断的绕行又有太阳能的电力的状况之下 好几个不下来 他是太阳能板的 他是太阳能板的 所以只要有三到五颗 在台湾的上空 所以我们的基地远去空中 对 透过他来揣训 所以如果你台地带被切断了 而且你地面基地也被打坏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以涵盖 整个台湾的上空以后 让我们通讯依旧可以进行 所以战争来到的时候 除了这个两军作战的 这个实际的打击跟防守之外 通讯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目前第一个 在南漫游 第二个所谓的第一个卫星 英国 第三个日本的HAPS 让我们的通讯依旧能够持续 这是目前的三个方案 可是我们有HAPS的技术吗 我们现在没有 日本的这个技术 刚刚跟大家讲了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可以让我们在高空上面可以做 而且基地台有的还没有坏 刚刚站在漫游 他可以配合 所以当你在地面有基地台的时候 你就基地台 没有的时候呢 一个两百公里 这个直径的这样子一照下来 北台湾 中台湾 南台湾 整个照住以后呢 我们就至少不会通讯断 通讯不断 才有可能在战争时期的时候 包含运捕 跟相关的战争资讯 那当然这只是其中一套系统 我只是跟大家讲 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 我们必须保持通讯 所以灾难漫游 以及低轨卫星 还有HAPS 都是我们可以参考的方向 好 玉鵬 但发生战争的时候 我们个人装备 非常的重要 可是今天 有一条新闻报给吓死了 他说我们也有一种防弹的装备 这个防弹的装备 被人家拿出来就做实验 枪打 一打就穿 一打就穿 那国防部其实很生气 国防部说我要告人 我想说 是这个装备是好的 你把它讲成不好 他说没有 这个装备是国防部的 这是我们专有的 你怎么可以拿出去 你拿出去就是违法的 重点是 对我来讲 我关心的是 你这个防弹的装备 你这个硬板 到底能不能防御 如果不能防御 那不是人谋不张吗 那你国防部 你国防部还敢告人 你国防部应该跪地道歉 对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兵役从四个月延长一年 我们未来可能会 我们的年轻人可能要散战场 可是上去的时候 其实你的胸前会有一个硬板 这个硬板 其实里面应该是防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个巷战 或者是你在面对面攻击的时候 你要面对的恐怕就是解放军的一个子弹 所以现在有个市议员 还是民进党自己的市议员 把这块板子带去了美国 带去美国之后用15公尺 直接用巷战的一个角度说 我们直接来射穿 到底能不能射穿 好 蹦 纯役板就打破了 就射穿了 就射穿了 那另外一个的话 软硬板交叠 我们有个加强板的话 还是一样打破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这东西告诉大家什么 如果你今天用这个标准的话 真的上战场 那是会被打爆的 不是 而且我想着 如果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那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你今天叫我的老百姓 叫我的年轻人 叫我上战场 上战场 你是不是要给他基本的防护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你居然前面 作为防弹的硬板 你就有问题 那国安部应该非常羞耻 那国安部应该马上改善 国安部应该马上处理 没有 国安部讲说 这个抗弹板属于管制军品 国军出查 他的限品杖料都一样 都相符 表示你现在打穿的 真的是国军用的 他说测试抗弹板 如果属于国军用品 将依法纠责 你照理一下 那不是证明这是真的 那你现在只是说你把我拿出去 这是违法的 那我要问啊 那是不是能够防护 我的小孩是要当兵的 我的小孩要上战场 我小孩子是有 是有受服役训练的 他是要被征召的 就你给我的抗弹板是假的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把国安部长要下台的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现在来讲 到底这个是不是军备品 到底是不是 其实有些人讲说 你就直接拿出来抽查 然后我们就打打看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人作假 你跟我讲说 这是军备品 军备品不能外流 你外流以后 我要依法救责 那我要问你 对我最关键的是 他打得穿吗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来说的话 这个市议员在点数上讲了 国防部不是是开玩笑的 他真的国防部有去问AIT 问他说 他这个有没有什么刑法 他把这个军品给带出去 可是其实呢 这个东西呢 可不可以带 是可以带的 但大家最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保佳跟你讲的 如果真的打穿了 那大家要怎么上战场呢 那我还要叫我的儿子上战场吗 对 而且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过去来讲的话 他说这些东西 我们来验证的话 是北约规格 所以这个7.62奈米的 这个子弹的话 是打不破的 好 这种点来讲的话 也打破了 然后后面的这是夹体 你看出现了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洞 如果是人体的话 那表示你的脏气 直接都被一个旋转 破坏掉了 他是近乎穿透 对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是东西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照片 这个影片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的假想敌 应该是老购 所以老购 他用的子弹是5.56的 那5.56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他的速度更快 子弹更小 如果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你没有把它当成 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你打下去的话 恐怕直接 我们的年轻人上去之后 就被打爆了 我们看时代力量 我们还是要引用 他们的资料 刚才讲 你过得了验收 但你上不了战场 你有一个瞄不准的光学瞄镜 你有一个会把头骨压碎的头盔 你有一个不能密合在头盔里面的夜视镜 还有一个可以被国造子弹打穿的抗弹板 还有你一个造成重心不稳的防弹背心 奔跑就一味的战术腰带 弹夹换很慢的侧腰弹夹 还有你背不动一日物资的一日吸的 你居然我一日吸进包 你是背不动的 还有你一个一年缩飞的关节的 造成关节伤害的护膝 你是不是从头烂到尾 这个是谁讲的 这个是现役的特战队员 去找委员来讲的 他讲说现在来说的话 你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防弹的头盔 我们军用的应该比紧用的更好吧 对不对 我们面对是长枪 可是他说进去打的话 你直接就打凹了 打凹的话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弹盔 防弹头盔都被打凹的话 你的头骨肯定就爆了 你头骨就爆了 你生命就没有了 然后呢 这个密合的夜视镜 夜视镜重不重要 你看这是乌二战争 夜视功能要非常的重要 可是呢 你扣了上去 你的这个防弹头盔 你压下来的情况之下 那个刻度是跑掉的 所以呢 你看到的 跟你要打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好 那最后一个 蛮特别的就是 你的这个弹夹魔鬼毡 他就说 我夜战的时候 我在森林里面的时候 你要换弹夹 你拉出来魔鬼毡 那也不是告诉敌人说 我抵夹 告诉军心手在这里 会有声音 对 他说你说防弹板那些 你到底能不能做 那是一回事 但是你 这些东西 你都没有好好的来 来想到说 你这些东西 是不是应该更好一点 现在俄罗斯的情况 真的比我们想象来的更复杂吗 因为现在据说有一个民调 不太确定民调对不对 他说 现在普里格金的民调的 在俄罗斯的声望 现在已经不输给普丁了 而且现在普里格金人 到底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因为白俄罗斯的总统 卢卡森夫已经这样了 他现在已经离开白俄了 那你离开白俄了 你到哪里 你到俄罗斯 你在俄罗斯的时候 你还可以征兵 你有征兵 你还有自己的部队 而且现在这些瓦格纳的军人 还是效忠普利格金的 对 你看 现在有一个民调出来 就是说在俄罗斯总共46个州 其中有17个州 是支持普利格金的 那另外21个州 虽然有支持普丁比较多一点 但是也没有比普利格金多很多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普丁跟普利格金 在俄罗斯境内他们的声望 其实是不相上下 而且这是韩国的朝鲜日报写的 普丁跟普利格金两个人的支持度 不相上下 那如果不相上下的话 明年2024年就要选举了 那这个俄罗斯会不会一系之间变盘 今天来讲政变 没有他没有真的政变 因为他跑到白俄罗斯去 但是现在卢卡申科又说出来 他说普利格金人不在我这里 那到底人在哪里呢 现在有人说他跑回到老巢 到这个所谓的圣彼得堡 但是圣彼得堡你知道吗 他也是普丁的老巢 那普丁老巢竟然被普利格金拿走了 那所以代表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在俄罗斯的人民的心目中 到底谁是英雄 那就是麻烦了 因为如果说在这个俄务战场一打下去 普丁打得乱七八糟的 结果底下的官员 没有一个可以扶得上来的 普利格金 拿到了俄罗斯的人民的声望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特别又是什么 在这个所谓的俄罗斯南方的几个省份 几个州 全部大部分将近有百分之九之七 是支持普利格金的 就像上一次那一个普丁去的地方 达吉斯坦这个地方 事实上那个民调出来 是高达百分之九成以上 支持普利格金 那你想想看 这种情况之下 普丁怎么选举 所以他今天来讲 要嘛就是把普利格金干掉 要嘛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今天来讲 让他流往海外 但是问题没有 都没有 人不知道跑去哪里去 然后呢现在来讲 照道理讲 卢卡申科是跟普丁是最好的朋友 他如果说普利格金 已经到了白俄罗斯 应该是这个扣住啊 扣住 然后今天你不是说 普丁要整肃瓦格纳集团吗 结果没想到 瓦格纳集团现在看起来 好像势力越越大 声势越越多 然后获得更多俄罗斯人民的支持 而且现在 他瓦格纳现在在增兵 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现在增兵真的很多俄罗斯人 也都进去了嘛 是啊 那你如果说 而且他的所谓的业务 是全球性的业务 他包含北非 中东等等之类 都有他的这个足迹 那现在普里格金来讲的话 有钱 有士 有军队 然后又获得民众的能力来讲的话 那对这个所谓俄罗斯的政局 的确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要么你普丁狠一点 派得把他暗杀掉 要么你真的让他这样子的话 让这个所谓的俄罗斯人民的 心目中的英雄呈现出来的时候 那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二零二四年的选举 可能就不是什么反对党的 这个什么其他政党的势力 可能就是普里格金来主政的 好 那我总一直在讲说 普里格金不是自己一个人 他后面有一股力量 他这股力量才能够保持 第一个 你竟然可以自由的进出 莫斯科的国防部 那你到国防部之后 你竟然你的物资 你被扣了以后还会还给你 还有一定会有一个神秘的力量 保护你 你可以在白俄跟俄罗斯之间 来去自如 是啊 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奥妙的事情 那到底普丁是养这一只老虎 狮子在旁边 到底目的是要干嘛 到底是要维护他 还是说有一天来跟他夺权 现在其实西班国家也搞不清楚 看不懂了 所以像欧盟来讲的话 他们安全事务的主任 或者是他们其实在政变那天 都拿起电话 说政变了 这个普里格金政变了 但是所有的七大工业国 全部不讲话 因为他们怕说让普丁制造一个借口 然后让他除了说镇压这个内部之外 可能对乌克兰 或对北约国家发动什么侵略 但是不管怎么样 怎么一天就结束了 所以其实西班国家 他看不懂整个俄罗斯内部的政局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但是可以可想而知 这个政府官员等一下还是听普丁的 但是问题是民心向背 民心来讲的话 已经转到瓦格纳集团去了 好 瑞德 先讲 现在普里格金 也就是俄罗斯现在状况 吓到中国了 吓到习近平了 所以有人讲 他这次到了苏州去巡视 结果如临大敌 对 没错 那么习近平现在正在苏州跟南京 进行巡视 到南京去巡视东部战区 到苏州去巡视苏州的工业园区 但是不管他到这两个地方 什么地方去巡视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这些地方的老百姓 被只要他经过的地方 被要求你不可以煮饭 为什么不可以煮饭 你饭都不能煮 不可以煮饭不是从现在开始 过去那么很多的国际会议 比如说在杭州 甚至于不要说不能开火 你甚至于还直接 给你相关的招待 全部给我离开 到别的地方去逛逛 还记得那个故事吗 离开 全部给我离开这个地方 为了安全 我觉得习近平 那么他在二十大的前后 他有很深层很深层的不安全感 现在不是要求你这个所谓的 这个不能开火 那么由这个政府负责 把这个相关吃的运到你家去 这样而已 他每次每到一个地方 前面都一定有装甲车开路 在装甲车呢 在前面就已经先把所有的 安全的维护全部做好 然后包括这个所谓的便衣呢 那么黑衣人呢 全部都开好 你知道吗 青岛 我们台湾不是有很多的 这个等于相关的台商吗 我的台商朋友说 习近平到青岛去的时候 你知道青岛曾经下了一场雨 从这个天上不是 钓的那个鱼下来吗 然后呢 紧接二来 青岛从天上钓鱼下来 青岛在这个 清朝的时候呢 是德国在这个地方 不是他们的建的很多地方 像朱介一样嘛 所以呢 他的下水道 他的排水 都是当年德国就做了 不过有一个特征就是 他的下水道很大 很大会有什么问题 很大平常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疏散这个水渊的问题嘛 但是如果在维安上面 就有人问题了 当时是全封起来的 全封起来的 包括捷运 你可以搭捷运 他不能出站啊 我的台商朋友 他不能出站 不能出站以后 他就觉得很好奇 然后就特别跑到 这个捷运的门口 在东看看西看看 他们的这个捷运地铁 在门口呢 有装甲车 放了很多装甲车 他就跑去 摸了摸装甲车 还拿手机来 跟装甲车拍了一张照片 旁边砰的冲出来 干什么 马上说干什么 然后呢 赶快给他滚出去 要不然的话 马上就抓起来啊 那习近平都 他出来的时候 他们保守估计 现在都要有一万多个 护卫队 随护队在他旁边 前面 整个全部进空以后 才敢让他出现 所以呢 这是你的国家耶 这是你的领土耶 这是你的人民耶 有怕成这个样子吗 我不会觉得亚裔啊 宝洁还记得 他去香港的时候吗 他在2017年 然后包括好几年 那么到了这个香港的时候呢 单单采访的媒体 你说 他会采访媒体 要检查一下 X光检查一下 刚好就好了 他连采访的媒体 连毛巾 连雨伞 连平板电脑 笔食物 这些连手机充电器 全部都禁止带进去 我的天啊 我如果什么东西 都不能带进去的话 那我到时候怎么 怎么去采访这个新闻啊 不管 安全第一 安全优先 你就知道 那么当时你不知道的是 连在香港的时候 都有出动装甲车 你知道吗 出动装甲车之外呢 连那个伸波驱逐器 就是 把那个定向天线指定 指向你的时候 用强力伸波 干了 这样过去 你受不了 然后你这些人 就不会抗议啊 当时连这个都出动了 那现在的话 你看这几天 去苏州去南京啊 包括他去 他特别派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无线电 所以包括这些 所谓的无人机 全部不准给我使用 全部不准使用 你说这次苏州跟南京 也不准用无人机 对 而且呢 他很害怕一个什么东西呢 有人用网机网路 用什么东西啊 那进行无线操控 那个炸弹就爆炸嘛 所以呢 包括你的网机网路上网呢 都有这个所谓的遮断器 都会检查 每个地方 每个大楼全部都检查 那个滴水不漏 防盗这样的结果 我告诉你 他怕被暗杀 你知道他怕被暗杀 这一次普里格金的造反 给他一个 他本来就已经非常这个 等于说 那个忧心忡忡 因为他之前 在当副手的时候呢 事实上就被暗杀过嘛 这我们都知道 周永康跟薄熙来 曾经多次要暗杀他嘛 所以呢 他有一次还真的 真的被暗杀了 然后呢 他背部受伤嘛 那时候 那个胡锦涛还去救他嘛 所以你知道 他对这些 共产党内部的这些东西 他事实上有 非常非常的不安全感 我觉得习近平 那么他自己呢 因为现在 他已经正式登基了 他登基了以后 就害怕 有人要搞政变杀了他 所以才连火箭军的头头 就全部给抓起来 好 对台湾来讲 现在有个大问题 刚才我们讲嘛 你现在台湾要依赖台积电 我们现在要跟全世界争霸 我们最基础的设施 我们要有电 到底有没有电 那现在又讲说 我现在的核电里面 还发黑电 好 保洁哥问题来了 因为蔡总统上来之后 他在当选之前就跟大家讲 第一个他承诺台湾 不会涨电价 第二个就是台湾不缺电 那保洁哥我先跟大家讲 台湾缺不缺电 其实这个话题已经吵很久 有人觉得说还好啊 还可以用啊 被转量率还在6到10之间 以前是需要15以上 现在是下修了 第二个就是监察院 他去做了一个报告 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次 不是我话话在讲 是监察院他的报告内容 什么东西呢 监察院他去调查 为什么2021年的5月 还有2022年的3月 这个受问会造成大停电跟跳电呢 他就了解了以后发现说 这是2021年是人为疏失 2022年呢 这个也是造成这个机械故障 那你看这两个 既然是人为疏失 这应该不是煤电吧 因为煤电的话才会 这个电力不够 所以看起来应该没问题了 但是在这一个弹核报告当中 保洁哥他的内文 在这一段 他讲说他在调查过程 发现从2020年到2022年的这10个月 10月之间 整整34个月 有18个月 奇怪 常常会使用核二跟核三的紧急电力 把它变成是常态电力 形同黑电 黑电啊 不是黑电啊 是黑电 你说核电厂 有这个 刚刚讲的 核电厂有紧急电 紧急电源 紧急电源 紧急变常态 来我跟关键时刻的 把那个观众朋友讲清楚 什么意思 所以建材委员发现说 原来我们的核二跟核三 在没有使用核能状况之下呢 他有一个清柴油的 气涡轮柴油发电机 那他是做什么的 老杰我跟大家 他是做什么的 就我们跟他讲嘛 电视台有时候 如果停电的时候 我们还要继续录影 对不对 我们要有柴油发电机 核电厂也有 所以他有清柴油 气涡轮的发电机 那这是干嘛呢 紧急备用电 就是整个核能电厂 需要有电嘛 全黑状况之下 启动清柴油发电机 帮助核能电厂供电 但是建材委员就发现说 你核能电厂 没有用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为什么有长达 34个月当中 有18个月 你都把这个 柴油发电机的电 拿来当成是台电的电 给一般老百姓用呢 一半以上耶 对 那你要知道 讲了这个东西以后 去调出整个的报告当中 你去看这段期间 核二核三在这里 总共加起来 这样加来四个机组 有发电吗 没有 没有发电 但是呢 它的柴油 清柴油的 七涡轮发电机 其实有发电 大概不多啦 就是五万这个千瓦左右而已 可是你这个动作 让建材委员就能说 那你就是有发电 但是没有 列入到台电的 整年的这个电业报告当中 没有介绍到总量里面 那观众朋友们要看一下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台电戳这事情以后呢 立刻台电的网路粉丝团 立刻戳了这个臀 大家不要误会啊 建材委员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没有用核电哦 当然不是核电 我刚才讲 它是柴油发电 但是呢 柴油发电 我这边补一句 保洁哥 柴油发电的空污跟污染 偏重耶 因为火力发电分三种 污染非常严重 还有它的成本非常高 对 所以第一个叫做燃油 然后再来燃煤 然后再来燃天燃气 所以燃油是污染最多的 也因为这样 它一年只规定 可以发七百二十个小时 里面有一百二十个小时 是一定要维持核能这个基础的 还有六百个小时 是可以紧急使用的 可是你把它用到满耶 第二个 它说没有长电 那我就问一句 我现在并不是要跟台电对着干 而是 金财委的报告 它已经告诉你了 台电发的这个电 已经用到实际上去 可是它在报告当中 却没有把电电焊进去 所以表示说 我们现在的电 其实有一点缺 台电还需要用 核能电厂的青柴油 气货轮发电机 让它随时乱跳电的 对 那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说这两天其实还是出现 像今天台北市 已经到了这个38度 这两天在板桥 也突然就3000多 没有了 板桥停完新电停 对 大家轮流停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这两天热得要死啊 全世界都已经是 北京南极的温度都上升了 这两天台湾好多地方 都已经38度 大家都开冷气 就会电不够用 所以回过头来再看这个 核能电厂 再强调一次 核能电厂它不是核电 而是核能电厂的 柴油发电机 居然拿来发电 整整18个月 被监察委写了个报告说 你基本上在偷用黑电 董事长 现在前台南市议长郭信良 唯一在台南地区 可以跟赖清德抗衡的郭信良 今天被抓起来了 第一个 郭信良没有能力 跟赖清德抗衡 没有能力 小虾米对大鲸鱼嘛 郭信良是小咖 这第一个 刚刚那句话要修正 我告诉你 它就是一个土地开发案 这个土地开发案 有个土地置办的一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 重划有一个委员会 重划委员会 当时在重划过程当中 就预先把土地 卖给了一些地主 就是那个里长 那个高线里长 跟其他一些人 结果从划完成以后 土地暴涨 暴涨之后 那这个重划会的人 就不愿意卖 不愿意卖 可是当时签了合约 所以因此那些买家 就去告 就跟里长一起来告 就变成一个纠纷案件 那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 其他儿子私立不知道 所以双方就找郭姓良 来当公亲 瞧这个事情 因为一边不愿意 叫原价卖嘛 那一边想要 文姓已经卖给我了 对 没有卖 他只订了一个合约 并没有完 就是还有 他一定有合约上 有赖皮的理由嘛 所以这个重划会 才会赖嘛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 地方的纠纷了 那地方纠纷之后呢 请郭姓良出来当公亲嘛 郭姓良当公亲的时候 根据郭姓良这边 跟我的说法 今天出庭的 整个详细的情况 他没有去介入在 这个和解这个部分 因为后来就不告了 不告了和解 就有一个和解金 这个和解金 初步就有这个卖方 就拿了一千多万元 给这个高里长 所以这个高里长 一千多万元就被抓到了 他抓到的时候呢 就东咬西咬 咬了半天呢 就变成了贪污自罪条例 因为里长是公务人员 所以这个时候就 里长不能收钱了 里长怎么可以收 他有职务 他有收 他有领政府的薪水的 所以就扯到了郭姓良 跟他有收贿的 就贿赂的关系 那跟这个很单纯 照理论上讲的话 应该郭姓良没有关系 也不需要到晚上十点钟 再来裁定 因为郭姓良也不会去跑路 都奇怪 所以地方上纷纷谣传 这个是政治追杀 因为怕在选举的时候 在选总统的时候 郭姓良会去捣蛋 扯赖清德后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